喂 大家好 这支影片我们继续讲这个 职军后面这个习题的 习题这个第三章习题的第一题 那这个第一题这个习题 我只示范一些稍微要算一下 或是想一下的这个题目 OK 那这题我们稍微示范一下 这个一小题 那一小题就是要你利用这个蒸汽表 去查一下这个水的状态 水的状态是多少 他就问你说 我说我现在我有一个水 OK 那它是处于10kpart 压力10kpart 250度C的状态下 那这水的状态是什么 那这种东西要判别这种东西 首先就是第一个你必须要先知道 大概就是要先从它的那个饱和温度 就判别它的饱和温度开始 因为有一个饱和温度当基准 你就知道如果这个水 如果你的温度比饱和温度高 大概它大概就是过热 过热整齐了 如果它温度比饱和温度还要低的话 保温度还要低的话 大概就是过冷液体 OK 那如果它刚好就是饱和温度的话 那你就是必须 还要再多一点资讯去判断它是什么状态 因为你如果是刚好在饱和温度的话 其实有可能是饱和液体 或者是饱和气体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如果是饱和温度的话 还有两种可能性 但是如果你的饱和温度高 或是比饱和温度低 其实都很好判断 OK 那这样10kpart 250度C 那我们就翻一下这个蒸汽表 我们看一下这个蒸汽表 10kpart 如果你翻到以压力做排序的那一个蒸汽表 10kpart的话 你找到饱和温度是45.8度C OK OK 如果是10kpart的话 它的饱和温度是45.8度C OK 那这个我们发现它饱和温度是45.8度C 那目前这个水的状态是250度C 是远大于这个 这个远大于 T-star 15.8度C OK 所以呢 这个就表示呢 这个水一定是superheated superheated vapor OK vapor OK 所以这体呢就是这么的简单 那这体其实如果你 还是跟各位强调一下 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画这个加热的这张图呢 OK 加热这张图其实是很重要的 OK 这一个温度切过去呢 有饱和液体 有saturated liquid saturated liquid 然后呢 有saturated saturated vapor OK 然后呢我们这加热曲线是长这样子的 是长这样子的 OK 长这样子过去 OK 所以呢 它这个过了饱和 它这个温度超过了这个饱和温度 超过这个饱和温度以上的 这边就是superheated的啦 OK superheated 然后这边呢就是subcool OK subcool O-O-L-E-D 然后这边中间是two face OK OK 然后这个左边这条线呢 跟右边这条线呢 再次跟各位强调 左边这条线呢 是饱和液体 右边这条线是饱和蒸汽 OK OK 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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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汽 OK OK 然后这边是饱和液体 OK 只是用这个立体呢 再跟大家再稍微重复一下这张像图 OK 因为这张像图呢 这个 你如果这张像图有在脑袋里面呢 你就会知道你这个蒸汽表到底在查什么东西啊 OK 然后呢 你也会很容易的判断呢 这个 如果给你一个任意状态的水呢 然后你查到它的饱和温度之后 你就可以很轻易的判断它在什么状态的话 你如果脑袋有这张像图的话呢 你就可以少记很多东西啊 OK 好 这个只是呢 只是在跟你提醒一下这件事情啊 好啦 那这个影片就非常的短啦 那就 就 这影片都讲到这边啦 那剩下的我们之后再聊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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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